嘿,我的臭宝们,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 眼看清明节就要到了,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有扫墓祭祖的传统 可最近江苏南通出了个公告,说是要全市范围内禁止制造和销售 明币纸钱、纸扎实物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 这可真让人摸不着头脑,这到底算不算封建迷信呢? 有些网友觉得烧纸钱就是一种寄托对亲人的思念方式 跟传统没啥关系,在很多人眼中焚烧纸钱不过是扫墓中的一个环节 就跟线上鲜花没什么区别,怎么能说是封建迷信呢? 可也有的网友觉得,时代在进步,咱们也要与时俱进 纪念先祖也有很多方式,不一定非得要焚烧纸钱 而且制造和销售明币纸钱不仅对环境不好,还可能有安全隐患 南通市民政局的有关负责人也回应了 这个规定是禁止制造和销售,可没说不让使用 但是不让制造也不让卖,大家去哪买呢?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? 要我说城市管理可真是个大学问 既要讲法规,也要考虑到传统习俗 不能为了方便管理,就什么都一刀切 咱们要循序渐进,让大家慢慢接受新的理念 毕竟这烧纸钱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快来和我一起讨论吧 我们下期见,拜拜